最近国内有很多的议题备受国人关注 包含是两岸关系随着中共解放军持续扰台日益紧绷 还有莱猪进口问题 以及中天的换照风波 还有美国大选 台湾人都是怎么看这些事的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就针对这些议题 公布了10月份的民调 显示出当中有超过半数是不支持莱猪进口 还有超过半数希望川普连任 至于中天电视台换照的问题 民众反应是蛮两极的 显示出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社会而言 的确是非常火爆的议题 解放军绕台让两岸关系制议紧绷 开放韩寿荣金美猪进口政策议题也闹得飞飞扬扬 2020的10月堪称多时之秋 台湾人又怎么看待这些事件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10月份民调 显示出有超过半数不支持莱猪进口 其中一点也不赞成更占了36.3% 至于牵动着国际局势的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是否连任 台湾民众有31.3%还算乐见 21.7%非常乐见 显示出大部分台湾人期待川普连任 等到这个大选结果出来 换了900等上场 很多很多人会担心 美台关系会实质倒退 而这两天备受关注的中天电视台换照问题 民调显示过半数的人并不乐见 然而在非常乐见和一点也不乐见的数字表现上 也显示出台湾民众看法两极 但专家提醒 车掌问题有关整体媒体环境 的确得小心处理 你知道民主是法治没有错 但是如果用法律这把刀来造成寒残效应的话 已经到了法西斯的前奏了 然而这些重大议题都值得讨论 但要如何接受多元意见 不撕裂社会也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课题 华视新闻专与杰梁洪志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